强迫症患者一枚啊 所以还得好好学习 喝醉 我跟你说这东西有一个人练 别人看着好奇他要来练 他只认一个爸爸 他认的永远是这个 陪伴他长大的爸爸 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锦鱼 这次其实饰演的是一个 一直在与黑恶势力斗争的 这么一个孤独作战的情景 这一次和很多老朋友合作 感受如何 我们连续几部剧的演员 都是我们这一伙人 他就很熟悉 大家搭戏 大家演戏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自在 不需要再磨合了 不会跟一个新的对手演员 你要再互相了解一下磨合 没有这个阶段了 我们就是来了就谁能干 很自在 网友们都评价说 黄锦鱼穿上景服太对味了 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说的对 如果大家觉得我穿景服 很匹配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决策 其实比较能让大家接受 能不能用你的方式 来评价一下长征 长征 强迫症患者一枚 挺多点的 他有强迫症 他有怕鸟 怕鸟这个事 其实我一开始特别理解不了 我说怎么会有人怕鸟呢 就怕带羽毛的东西 但是我们那个 有一个副导演 他是真怕鸟 就是走路看一跡都照特远 所以我才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一开始他们说要设定我怕鸟 我说不可能 我说不可能有人怕鸟怕成这样 结果我是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人 杨又宁老师回复你微博的emoji 是在向你挑衅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了 发了一个鸡 我觉得应该就这意思 对就来吓唬我的 其实他们暗中保护长征啊 为什么他们很多线索都不跟长征分享 很多事他都不直接告诉长征 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些消息了 但是用不到 他们希望有长征这么一个人 在前面敢打敢冲的 去把这个口子给它豁开 这些消息才有用嘛 要不然对面就是一堵墙 你网上泼再多的消息也没有用 你觉得一直支撑他的那个信念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直支撑长征的信念是 责任感和正义 他就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人嘛 一直想把这个事理给搞掉 以前是我爸的话 铁板我也给他打出个洞了 到长征这升级了 变成钢板了 他的经历真的是常人很难碰到 到后面你会发现 这哥们的真的是 从身体和精神上的 各个角度的打击 生活各种虐他 真的是 距离有没有你非常喜欢的博弈啊 我就觉得那几场打戏挺爽的 一开场的打戏 还有中间还有打 挺多人的 你觉得高手对决最重要的是什么 冷静 不能冲动 不能乱 你一步乱了 后面就全部都乱了阵教 尤其是像这种 赵鹏超这样的高智商犯罪 他能把整个家族洗白 我觉得这其实他挺厉害的 那长征这一个也是警察学院的研究生嘛 那肯定也学了很多侦查与反侦查的这一些理论知识 最后就是实践这些课本上知识的时候 所以还得好好学习啊 你看 同样都是赵家人 你看老三犯罪就显得那么无知 老四就感觉那么厉害 他多厉害啊 我都看着了 我都害怕 太厉害了 之前看爱上特种兵剧本看哭了 这一次准备撒醉的时候哭了没 我看特种兵怎么可能哭 十七八级的时候 我半夜两三点 我睡不着 我在床上看 看着我就是泪流满面 当时我想我是不是太晚了 是不是我这 是不是困的呀 李沁的表演 被美哭了 罚罪没有 罚罪就紧张 一直跟着剧情特紧张 因为他人物太多了 而且那个文字啊 和画面带来的冲击感是不一样的 我在家也猜到底谁是坏的 他们问我是谁跟谁怎么着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懵的 开播后有被身边的人询问吗 我特别想剧透啊 剧透特别爽 但是我觉得一透之后 我后面没法看了 因为如果你都知道 哪几个是坏人的话 如果导演再给你放一些剪辑镜头 来骗你的话 你就会觉得 哇真好小儿科啊 他还在骗我 就没意思了 这会影响你的观看体验 所以我是不剧透 是对大家最好的尊重 我喜欢剧透 但是我不想剧透我的剧 这一次在剧中 又拥有了两个爸爸 感受如何 原来你们都知道啊 我还在这藏着呢 我觉得他认的还是 他只认一个爸爸 但是他认的永远是 这个比较他长大的爸爸 在罚罪剧组 有没有坚持健身的好习惯呀 因为我还在那个地方拍嘛 你就买了一个单杠 支在我们旁门口 然后一休息就出来拉单杠 因为平时没有时间去健身房 所以就每天现场 有那种简易的双杠 简易的单杠 天天就在门口锻炼 我跟你说 这东西有一个人练 给人看着好奇 他要来练 其实能带动一票人 一起跟你做单杠 你说大伙就闲也没事 你说溜达溜达看 就说哎 拉单杠 我也去拉两下 你拉两下 他也拉两下 这大伙都会去拎两下 在剧组学会的运镜和拍摄 有没有给自己拍摄的计划呢 纪录片吧 就不需要什么运镜 跟着就行了 叫什么名字呢 喝醉 我觉得他俩有问题 真是身材不错 但我现在发现挺好吃的 有时候翻到几年前的照片 我觉得哇 这个就很值得看 哈喽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黄锦鱼 先简单介绍一下 罚对何长征这个角色吧 长征是一个正义感爆棚 饥饿如仇 然后一直在致力于打击犯罪分子的刑警 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和这部剧结缘的吗 这个戏的导演 这个戏包括制片方 都特熟 大伙都一起拍了好多戏了 本身就关系很好 然后他们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呢 然后也说是挺适合我的 希望能在一起合作 然后我看了剧本之后 也觉得这东西挺好玩的 然后我觉得剧情也不错 就再又一起合作了一次拍了这个剧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缠真和赵鹏超之间的关系 你会用什么 为什么 天敌 情敌吗 他俩算情敌吗 我拍摄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我俩是情敌 但是我这两天看成片 因为我不知道我戏里的那个女朋友 跟他演戏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拍的时候 但是这两天我看成片的时候 我觉得他俩有问题 他俩怎么是那样相处的 赵鹏超是喜欢的吧 导演一开始要求我稍微画一点 弄弄头发 但是后来我看了那个完全素颜那样 我觉得还行 而且跟这个角色也算符合 你说一个警察如果弄得皮肤辈好 然后每天头发也很立正的话 就是没那么贴近现实了 所以我觉得素颜挺好 也省事 省时间 害我来回拉了好几次这个镜头 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的 我觉得那段好像 真身材不错 那段我也看到了嘛 那是看着真挺挺好的 挺结实的看着 感觉不能打的哥们 长征面对职场 有套自己的说话艺术 如果你现在是长征 面对领导的下面两个问题 会怎么回答 我都还没下班 你做完自己的活就走了吗 那不然 趁着你周末休息 给我出一个全套策划案 那我就可以周一再开始干嘛 最后说出两个不看罚罪 一定会后悔的理由 你会少了很多的乐趣 我觉得这个罚罪 虽然是一个刑侦剧 警匪剧 但是它里边还是有很多 有意思的地方 多看看罚罪 我觉得会让你的思路变得清晰 因为里边这个 真的是 各个人物现在都很乱 然后你会 每天你也会跟着那个剧情去理 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不换微信头像 一两年吗 这内好友中 有体力可以赢过你的吗 我没碰到 我背什么特例 有什么食物 事情是你过去不能接受 但现在已经爱上了的 萝卜 煮萝卜 炖萝卜 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 因为幼儿园老是老过吃那个 但我现在发现挺好吃的 粉丝什么样的评论 会吸引你的注意 有那种人家会跟你讲的 头头是道 一条一条 我不是说想夸你 但是我跟你说 为什么我这样讲 跟你讲出一串理由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就很值得看 你自拍最常用的三个姿势是什么 我自拍没有姿势 都是表情 都是这种角度 你最近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 可以模仿一下吗 那个戏里的 跟他女朋友发的那个 Yes 两个小人 那个就是我经常用的 你手机里还有多少张自拍 视频库存 下次可以分享出来吗 哇 我自拍真的是少之又少 每次 那个有时需要发微博呀 发个自拍 我都要翻好久 有时都翻到几年前的照片 接下来会想尝试 比较有反差感的角色吗 其实我这两天看完罚罪之后 我也想演那个反拍 我就好爽啊 开学季到了 给新学期的同学们加油鼓劲一下吧 开学了 然后大家都又开始了 这个新一学期的学习 希望大家都能 好好学习 多多努力 然后多做卷子吧 感谢你们陪我度过了 这么多的春夏秋冬 陪伴我拍摄了 这么多好的优秀的作品 然后呈现给大家 也特别感谢你们 帮我安利那个家人 安利朋友看我的剧 我后面还有几部好剧 也在爱奇艺 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